陕西省寧强县 这里发源的一条大河 流经他重要的第一站 汉中 公元前2060年 刘邦在这里封汉王 此后建立大汉帝国 汉这个字成了帝国人民共同的名字 大家都叫汉人 用汉字说汉语 而这条河也以汉为名 称作汉江 汉江一路向东南奔袭 最终在湖北省境内 南腰撞上长江 在交汇处画出了一个钉字形 分割出了三座城镇 武昌 汉口 汉阳 这三座城镇合并而成 中部第一大城市 武汉 我们可以通过武汉三镇 快速扫描一下这座城市 武昌 负责有文化 这里是武汉的政治文化中心 武汉八十四所大学绝大部分在武昌 汉口负责买买买 这里是武汉的金融和商贸中心 商业发达 集中了多家大型商场 汉阳负责造起来 这里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之一 武汉最老的工厂集中在这里 武汉位于中国之中 自然成了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 武汉人引以为豪的一件事 就是架起了万里长江第一桥 在1950年代 武汉长江大桥就是各路红人的打卡圣地 雷锋同志都在这里发过朋友圈 武汉长江大桥的身影 不仅出现在明信片和邮票上 更是直接被印在人民币上 武汉的另一座地标性建筑 则有着一千多年的历史 黄鹤楼 据说原本是东吴孙权所建的廖望塔 到了唐朝成了重要的旅游景点 崔浩在这里看到了 秦川汉阳树 芳草 鹦鹉粥 李白在这里看到了崔浩的诗 直接认怂 还写了好几首是模仿崔浩的这所黄鹤楼 黄鹤楼的VIP游客名单上 还有王伟 白居易 孟浩然 苏氏 岳飞 陆游等等 对了 还有张之洞 这位晚清中心名城 早年也到过黄鹤楼 后来任胡广总督 办公室就设在武昌 不过1889年他到这里上班的时候 黄鹤楼就在五年前 毁于一场大火 张之洞没有心情重建黄鹤楼 他要建的是金汉铁路 这条铁路让武汉成为九省通渠之城 张之洞还开办了汉阳铁厂 让武汉成为中国最早的工业基地 他又在汉阳开办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兵工厂 抗战的时候我们还用他制造的步枪打轨子 张之洞还大举心学 主持开设的自强学堂 现在成了985名叫武汉大学 所以张之洞被称为武汉城市之父 一点也不夸张 可是张之洞没有想到的是 他在武汉建下的工业 同时也在为推翻清廷的革命运动积蓄能量 1911年辛亥革命第一枪在武昌打响 2000多年的地质统治从此终结 1927年武昌汉口汉阳三镇首次合并为一个大城市 作为国民政府的临时首都而被命名为武汉 关于武汉 这座以武而昌以汉为名的城市 还有许多讲不完的故事 如今他已是中国的新一线城市 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 科教基地和交通枢纽 他背后的沧海桑田已交织了少万年 他身上的标签也不是只有肺炎 但愿武汉平安 我是真哥 我们下回再聊 我们下回再聊